因為親愛的同學 因為他要這樣子 知道嗎? 哇!好美! 下面不用剪耶 我可以剪絲 可以不用剪啦 教你們齁 一下這個 這個不是很白對不對 先稍微這樣 用白色的 都不能加水喔 只要是拍攝的顏料 都不可以加水喔 一面一面做 要磨過嗎?還是不用磨 你的周圍要磨一下 小細的那個 摸一下我這邊就知道了 因為口你不能讓人家手割到啊 等下客人會心裡不開心喔 好!開始 另外一個盤子可不可以借一下 不太不夠耶 我去哪一個盤子 沒關係 外面看不到的同學 要不要擠進去一點 擺著擺著擺著 前面的同學有沒有 有的麻煩你們蹲低一點 要不然後面看不到 沒關係 來同學這個作用 這道手續很重要 拍的勻不勻很重要 因為 我是下面要把它當白色 不然它會沒剪乾淨對不對 來看一下 下面不是沒剪乾淨嗎 沒剪乾淨你也不會貼 所以乾脆我們上面 你要是調不勻 就會像剛剛我說的那樣 一點點的 懂嗎? 那調得勻的話 剛剛說這樣子勻的話 它就不會了 就會有像漸層的感覺了 哇 有沒有像腮紅 是 對啊 好 我先這樣比給你們看 這樣 是不是就夠了 不用太多喔 這是它的 那有的人是不一樣 是要從下面漸層上去的 蛤?誰說什麼? 沒有 樹貞說 一張白紙 就不用剪成了 就不用剪成了 對 不可以這麼偷懶喔 要偷懶下一個 第二個面子 再偷懶喔 來 這樣 好漂亮 就打冰冰 你要看你的 這樣就好了 也可以啦 隨便都可以啦 因為它白色 只是這個的白 沒有這麼的漂亮 我們就可以了 面子盒 要注意的就是 轉角 你那個 轉角的銜接處 有沒有 如果你都是要統一 叫做粉紅色 那你轉角就是 每個角都要拍均勻 我剛剛 我剛剛先拍一層齁 然後 你們覺得我剛剛不夠 好 沒關係 我們再來一次 這個地方一定要搓勻喔 搓不勻不漂亮 所以不用等白氣乾嗎 不能梗 一定要趁它 剛拍完趕快拍 潤的時候你才好結合 你要是乾了它會有印子 先拍白色的用意 就是為了混色 然後它可以再腳腳邊也 希望大家都拍好一點 不要叫我改色 手很鬆 這是上面跟下面的運用 這已經夠簡單了吧 然後另外一種運用法 我拿我那個來試驗好了 看你們想要選哪一種的方式 都可以 每一個轉角拍攝 每一個轉角銜接都剛好 所以你的顏色就不會有落差 好 好 給大家看喔 看這樣嘛 看得到齁 然後我們這個 因為它還沒撥齒 所以我敢附上去 這邊我不會妨礙到 總不懂意思 怎樣弄上來 是不是很漂亮 對 因為它淡淡的就好了 好 我不會幫它全部做完 因為後面它要自己做 也可以考慮底下拍有點紫色 好 好 我不會幫它全部做完 然後這裡面齁 這一個等一下不要調 可以調一點點水 已經全部拍完了 調一點點水 拿小筆 這樣子塗 它就不會去弄到上面 這樣垂直上去塗 塗完了之後 你可以拿這樣塗 這樣刮刮刮 就不會 那你要一圈深色 才會好看 懂嗎 好 這個先拿走 開口也可以抹金 開口也可以塗金色 來 塗別的色 譬如說 好 拿差不多這支棕筆 不要太大 我們來示範別的 叫做交叉筆法 我拿我的來示範 交叉筆法也是不能夠加水 好 好 這個 它還是暈染的效果 交叉筆法呢 是要故意留下筆觸 它也像像是 譬如說我下面要伸 下面要伸 它會留下筆觸喔 所以 有筆觸的話 是正常的 故意要讓它有那種感覺 對 但是你要有深淺 慢慢淡掉 這叫做交叉筆法喔 好 在第二層次 梅乾的時候 再加一點進來 慢慢加一點白進去 所以第一次的比較深 第二次的比較淡 第三次會更淡 然後你用原料梅乾去混 再一次 好 是不是更白了 這樣有沒有暈染的感覺 有 這又是另外一種叫暈染的交叉筆法 所以它會有一種筆觸的感覺 然後慢慢的淡掉 好 再來一次 再更白 那這是比較好 沒有啊 不用啊 這支筆跟你們的一樣啊 那是特別的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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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跟我們一樣的 這個 對啊 不會有特別的筆 是特別不一樣的手啦 因為你把它用得太辛苦了 我的筆看起來長不然就超太久了 超太久了 超太久了 有沒有 這樣子是不是有點暈染暈染暈染的感覺 喔 好漂亮 好漂亮 所以它有不同感覺喔 那你也可以 從這兩邊見過來 兩邊見過來是怎樣的啊 這邊打完 這邊打完之後 然後再換第二筆 這邊打完 這邊打完 是這樣子的 就看你各個感覺 嗯 這個彩色是因為我的圖 疊 對到哪邊我去翻拍來拍 這個又不一樣 嗯 老師那個下面要先擺嗎 像這種的不用喔 這種的直接 因為它已經是濃彩了 不能加任何一滴水喔 那我建議你們筆先進水去擰乾 好不好 那剛剛這個海綿就是要進水擰 讓很乾 布再擰一遍之後才能去拍喔 拍的時候底下先拍一層白 不用很濃 淡淡的一層就好了 然後再去拍暈染 這樣會不會 好第三種喔 記得做的過程喔 顏料不能讓它乾掉喔 乾掉你就混不起來了 托盤拿來一下 來來 這講解比較清楚 也可以做托盤類這樣子的 譬如說面子盒 我膠帶貼一半圍一圈 然後再去膠帶這樣圍一圈 你下面是做條紋的 你上面打暈染 想辛苦一點的 先圍一圈 然後底下那一半截呢 先塗一個色 對 然後接著要用膠帶貼紙條 像我先塗淺色的 全部貼一面 完了之後膠帶一道 一道 把這個另外一色貼完對不對 然後你再去刷另外一個色 就會變這樣了 不是一塊這樣 不是一道一道貼 我更辛苦 我還一定要虛線 真的你們做不了 我沒辦法 有沒有看到我裡面還有刷渲染的 渲染也可以做 有要學另外一種渲染法嗎 好 老師你先示範 好 等一下 就軟 人多就軟